走 都站进去 气管啥瓦 气管静 垂底后约束十个单位 快去 别愣着了啊 有路啊 急救车 你们两个去包程老师 别说话 进来 过来吧 准备现在注射 我啊 我没在火体上做过 谁都有第一次 知道怎么做吗 找身骨源 触摸类骨 消毒 信针 货血 张主任 宣布死亡时间 一点二十三 家属来了吗 已经在路上了 急诊室快起包了 先把身体拉出去 把那个心理故企的换进来 好 没你事了 出去吧 我还没打针呢 去找李伯吧 去找他 走 走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妈 妈 你不能处置呀 妈 妈 你不能处置呀 妈 妈 医生 你救救他 救救他 救救他 医生 你们救救他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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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处置他 你要几千两个 都给你吃吃喝吧 我还没 irm 阿伯小家属 快点 阿伯小家属 你们为什么不救我儿子 为什么不救我的儿子呀 你是医生吗 为什么不救我的姊姊啊 你这样干吗呀 你这样对吧 你就换好后数 你冷静点 今儿的家属不在的话 你们也不能救死不见 好 不是你叫人才与你爱你 你还要救他 还我儿子 还我 再歇会儿等还过来再走 我知道你刚才受委屈了 刚才那家属也真够狠啊 把你推来推去 那个咬牙切齿的 你怎么连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啊 周老师这是看在眼里 心里指不定我多疼 别胡说八道去吧 不说就不说 行了 送你回宿舍 我自己能回去 急着那么忙 你赶紧回去吧 你确定啊 那行 那你早点回去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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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就这么推进去啊 你跟我 你回家抢去我 你帮我 你给我过来 让开 你是不是有影子的医生 你为什么不救他呀 你为什么不救他 为什么不救他呀 对不起 我们救了 你要是救他的话 他会死在这儿吗 他就十九岁呀 我知道我儿子怎么死了 他那天在走廊里 因为我们没有来 是不是 因为没有人给你们钱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不救他 就让你这种小青年拿来 练手 对不对 好 我知道 你不就是要钱吗你 好 钱 钱 我有钱 拿去 你 救我儿子你 你们干吗呀 所有送来医院的病人 我们都一视同仁 我们已经进最大努力了 少人把人都逼了 不要让他害死了 儿子 救手 他害死我儿子 你怎么呀 救手 他害死我儿子 你们 没有 他是凶手 他害死了 等他 叫了 省隔下的乘草 Taxe 董事 刚才快儿 2eme 隔下来一人 ハボ software 你带你找人家的乘草 散心 不放心 陪你到很晚 今天一早呀 又来送药了 我得去趟病房 神外的代教老师呀 可比李光难伺候多了 我也想去病房 你突然让我休息这么长时间 我还挺难受的 所以说学医的呀 都是贱命 让你休息你还难受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我可要二十四小时 贴身看护你了 好啊 陈大夫 我遵医嘱 那你乖乖地等我回来啊 我中午给你带好吃的 虽然抢救总体是成功的 但也有个别医护 制造出不和谐的声音 引发医患间不必要的矛盾 给医院名誉带来损失 要严肃对待 引以为戒 让家属把这口气吐出来 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 让家属把这口气吐出来 我不会去道歉的 我没错 你就是那个女学生吧 怪不得把家属惹成这个样子 虽然我只是个实习生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底线 人没救下来我比他们还难受呢 但我没有治疗失误 也没有因为没收到红包 故意地拖延或者不认真 我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做 所以我不会去道歉的 你是外校考来的吧 你知不知道实习考核 要有病人满意 服从管理这些硬质标 不是让你停止反省吗 你跑出来干吗 看什么看 还不会去写检查 在座的都是仁华的大腕 已经为了你的事 讨论了二十分钟 这些时间可以看 多少专家门诊 解决多少疑难杂症 浪费医疗资源就是犯罪 光凭这个 你就要深刻检查 老公 你去哪儿 回宿这儿软进去 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他哪儿是让我休息一天啊 他是让我停止检查 早上他来跟你说的时候 你没看出来啊 我就是一外校生 要治我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至于吗 劳实动众的全院开大会 你别犯傻了 你知道你刚刚都做了什么了吗 你当着全院各大主任的面 顶撞了院长 周老师要是不压住你的话 你说让葛院长的面子往哪儿搁 他自己还不是经常博葛院长的面子 他今天气我 是 是因为我当着全院主任的面 让他没面子了 最重要的是程老师跟林老师在那儿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脑子往那儿想 恋爱中的女人真是智商情商双将 比双十一打折还狠呢 萌萌 好 士兵 hah 波 牛 我 脑子 打 红 打 骗 是 кам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有多深刻的认错态度啊 你是没错 难道主任错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小鼻孩 你要什么面子 你要面子也行 等你熬成专家大腕那样 就没人拿你自尊心当谈力求玩了 不 我告诉你啊 在这之前 别在这儿演弯动公主啊 少说两句吧 怎么了 我没主任的好脾气 我就看不惯他这样 这行人谁都不容易 凭什么都像是他呀 行行行行 干活病人家属骂 回来老师骂 听出来了 您不是觉得我连累大家了吗 行 我不干了 晓忆 你 你看什么态度啊 你就少说两句吧 萌萌 萌萌 你干吗呀 不干了 你疯了 不就是家属闹事吗 没有顾不去的 现在不光是家属的问题 这全医院上上下下 谁看得上我呀 大家都嫌弃我 我在这儿干吗 谁嫌弃你了 李波抽福你理他干吗呀 走 我陪你去找周老师 有什么委屈你跟他说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我到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当初为什么铁了心地 非要干临床 拼命地学 到了医院拼命地救 救活了是应该的呀 好心的家属 夸你一句白衣天使 你能傻乐半个月 这要是没救过来 立马天使变恶魔 什么屎盆子都得扣你头上 医生也是爹生娘养的吧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过不了就别过我 从我手里发出去的白大罐 还从来没被人扔过呢 周老师 他刚发完伤脑子不清楚啊 我一直以为你是最有韧劲的 最吃得了狗的 清楚自己为什么学医 为什么来人华 谁知道我看走眼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当然清楚我自己 为什么学医了 不然现在也不会这么崩溃 对 您对我失望 我对人华还失望呢 这么拼命 这么使劲 到头来还是把默许有的罪名 扣在我头上 院里不但不帮我撑腰 还批评我耽误你们平先进了 这科里上上下下也都嫌弃我 我不就是耽误他们发奖金 分服力了吗 如果学医不光是为了治病救人 还得推卸责任 还得学着少惹麻烦 我穿不起这身白大褂 我也担不起您的信任 说得好 脱了也好 这么重的怨气 可别熏坏我们人华的白大褂 这里是医生休息室 门口牌子上写着 闲人免入 正准备走 萌萌 我才劝得有点松动 您这是专程来砸场子的吧 外科本来就是高淘汰率 需要劝的人是留不住的 走了也不可惜 他就是觉得他受了点委屈 一会儿就好了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吧 不能 什么叫不是冤家不巨头啊